好,各位同學,我們現在說回這個叫做 CN展Mentational Scheme的Interview Technique 這個我姓關,我姓關 我們學校就是一個專門教學校 英國註冊工程師第一個訓練課程 也可以考一些香港本土的一些專業學會的事 各方法一樣 我今天想講幾種東西 我不會講很長,大概講十多分鐘 今天應該是第五個分享 我想知道,就告訴你我怎麼可以幫到你 維吾這三件事我們來講 第一件事就是,我在某段時間 曾經做過一個英國學會 在2000年前做過幾個英國學會的 interviewer 也曾經做過principal interview 大概做了五年左右 我覺得這個經驗是很值得分享的 因為如果他教你的老師 沒有做過interviewer 或者沒有做過principal interview 他不知道那個流程 也不知道那個重點在哪裡 所以有一個曾經做過interviewer 或者principal interview的人 去幫助你會比較好 第二件事就是講一下我們的技術 和經驗和經驗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 除了教練和interviewer之外 我們會把一些技術的知識 和經驗的分享給你 大部分你的那些,譬如好像土木 機電 或者plumbing electrical building services 或者其他大部分我都可以分享到 師傅的設計 我都可以分享給你 第三件事就是講一下面試的技術 初步講一下面試的技術 有些技巧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大概開始講一下 還有我講了,不要講那麼長 大概十幾分鐘 你講得太長了 你未必有興趣聽下去 好,我開始了 首先就是講一下 作為一個曾經做過interviewer 和principal interviewer的一個經驗 我記得我初初第一次做interviewer 大概是1995年的時候 1995年就是我幫英國的學會 或者兩個學會 應該兩個學會 就做這個interviewer 和principal interviewer 那interviewer呢,我們首先 要經過訓練 要經過訓練 因為你做一個interviewer 起碼要有 post qualified 或是charta 五年之後 才可以申請 做interviewer 做interviewer的時候呢 他都會看回你過往的學歷 工作經驗 是否有足夠的經驗 可以做為interviewer 是 相關的工作經驗 那 那 我interviewer過 作為interviewer 或者principal interviewer的時候呢 我interviewer過 大概有二十幾至三十 或者四十學生 我都忘記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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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有training 要上訓練 和訓練 還有一個 去參加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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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可以ول 那麼 其實 這個 這個 那個 interviewer 所以, 或者Principal interviewer,就要注意那位学生的 他的学历, 或者计划就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那个在总部里已经是审核了学历 和审核了他的工作经验 去到interviewer的学生也是通常过了学历 和计划的阶段 现在就去到他的所谓计试 英国来说是除了师傅的组织 这两个学会是有筆试之外 其他学会是没有筆试的 在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回答了他的筆试 但师傅的学会会要求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时 或者一个半小时的筆试 筆试可能考一些设计的东西 或者考一些他的工作经验 但最主要就是说 他的设计里面的东西比较多 很少会问一些设计 如果设计的东西你不是可以做到设计 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能问得到 在设计里面其实有几件事要留意 或者要注意学生 第一件事他的设计是否他写 所以他多数会问他的设计里面的东西 他确认他所说的东西 第一是否真确 第二就是他 是否真的做过那件事呢 因为很多学生他说他做过 但实际上他可能没有做过 但他见过或者拉上一层 例如有些学生他就说他做过 这个什么 static regain 的 dub work design 办法 实际上当你问到他的时候 他没有做过答不到 所以设计者就要 在设计里面的设计里面 他设计里面的设计 还有那个设计里面的设计 有时候有些人不会找其他帮他写的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Internet也都会注意那个学生 他的技术知识 现在就改变了很多 现在就只是看他的所谓 就是call competence 以前呢 我们就要看他的技术知识 最重要的是技术知识 如果一个设计工程师 如果技术知识和经验 是不够的话呢 那 会 可能呢 有问题 将来他做事的时候 等于你医生考牌 就是代表那个医生 是有经过学历 训练 知识 和经验 这些一个阶段 来考核他 那 这里来说 就是已经考核了他的学历 和他的 report 所写的人 那现在要考的就是他的技术知识 和他对一些 call competence 的理解 那 以前呢 我们考的年代更麻烦 以前我们考的就是 我上次讲过就是 1988年 89年去考 我88年考 但实际上的结果是89年 那 其实 我们那时候 interview 用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每一次 两个半至三个小时 问了很长 每一次 他想确定是否真的OK 不是现在 现在四十五分钟 但是以前呢 我们interview 起码要两个半至三个小时 就问得很仔细 很详细 那你两个半至三个小时 你什么技术都出来了 OK 所以 interviewor 就会着重这几点 就是说 看看他的报告是否他写 报告里面所说的东西 是否真实 和他的技术 和技术知识 以前我们考是 起码有两年设计经验才能考 我的姐夫以前也是做工程 但是他没有设计经验 那你就很难考 那时候考期都考不了 或者不准考 久了 我有做设计 所以设计很重要 在那个年代 但现在后期就不是的 因为我们都在各种不同的渠道 在学会里面有反映过 就是说 你一定要做设计经验 那对于 建设计 按照的 或者是做 operations maintenance 那是很不公平的 他可能一世都没有做过 那你说设计的重要 那建设计的不重要吗 或者是 做 operations maintenance 又不重要吗 那就不敢 那现在有些很多是学校 学校教师都去考 那学校的老师又不重要吗 不是 所以不能够 因为他没有做过那种东西 而你不让他去考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 我们有反映过这个问题 那后期就改了 后期改了就是说 你有没有做过设计经验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 有没有知道那个方法 知不知道怎么做 都重要的 OK 那我做了这么多个interview 我发现大部份学生 都有这么上的水准 当然有一两个是比较差一点的 我都见过一两个学生 是 准备没那么好 或者你问他 他都说要回去看看 哪一本reference book 那你很难认识 每次你回答 我要去查一下 我回去看看哪一本reference book 看Arstreet guide 或Sips guide 或者什么什么 那这些就是准备得没那么好的学生 我通常就没有导师教他 或者没有一个有经验的mentor 教他 那也都见过一个case 就是那个学生 他可能工作经验是OK的 但是呢 他的态度就不太好 就是他治理行间 可能他以前考过几次都不行 可能有些interviewer呢 是做design的 他做design 但是他是做maintenance 考他一些design 他不是很熟 那变成 他可能对某些interviewer 或者某种类似的反感 他就在现场问 就问我和另外一个interviewer 他问他有没有做过maintenance 正好 我们两个都做maintenance 我又做design 做了十年 做construction 又做了十年 做maintenance又做了十年 所以你问我什么都好 我都答到你 很多时候他们经常找我去interviewer 可能他做design也好 construction也好 或者是maintenance 我也可以做interviewer 但是这个学生 我不怪他 因为他可能失败太多次 或者是他觉得是不公平 但实际上interviewer 是应该公平的 我们要正直和公平 不要因为我们的工种和他不同 或者因为他没有个中间 我们而去围难他 可以这么说 不能围难地方 因为是一个公平社会 但是这个学生 就是问了一些比较敏感性的题目 或者是一些比较敏感性的题目 但是我们两个interviewer 都是很公平的 告诉他 你问的事情 其实我们有做过 我们不需要回答你的问题 反而是你 人家回答我的问题 这个学生就好不幸好 他失败了 整体来说 我觉得你问我 我见过这么多个学生 十个里面 起码有六个至七个都可以的 技术部分都可以的 但是这七个里面 有指是真的好的学生 大概只有两个左右 至三个左右 真的好 大概两个左右 如果其他大部分都是正硬 正硬合格 或者正硬在边缘上 有别 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有经验的interviewer 和一个principalinterviewer 分享给你的经验 我帮过两个学会做过interviewer 或者principalinterviewer 那学生最重要的就是 他在报告里面 就是小心写他所说的 不要写假的 或者是作弹 或者是 他触碰了一点 又说他做了很多 千人忘了 那你最重要就是 说你真实的那一面 你不要说那些完全不对 不好意思 好 下一个程序 下一个程序 就是讲一下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ransfer 本来我都不留意 但是当我帮了学生 离开了做interviewer 之后 当我帮了学生去考谈的时候 就分享我的经验给他的时候 不只是帮他做一个interviewer的角色 另外一部分 他有时会问我 阿sir 我不会回答 怎么回答呢 或者我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那我会把我工作的知识 和经验分享给他 譬如关于这个 generator的Domino Test 或者数据中心的UPS Configuration 那个系统的设计模式 或者一些很特别的Terms 什么generator的AVR 或者是一些 什么Civil Works的Subsiding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Settlement 那些 其实 在工程里面 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如果他不懂的 我们都会 告诉他 起码 如果我不知道 我会说 在哪里找到料 比如上网搜 或者是哪本书去搜 或者是你问人 如果不然我会说 我公做建议不是这样的 例如你在地面 做一个Earthing Conductor 那个数据都做不到的要求 那你可以用什么办法 用什么物料 去令到数据是比较合理一些 增强那个Conductivity 那我们会在 那个Mentus的途中 我会告诉他 我原本是不知道的 原来学生有些说 你不仅仅教我们Earthing 你还给了些料给我 是的 我就给了些料给你 因为我要将我的工作经验 去transfer到你那里 我做了38年 我1908年开始在Mentus 做这个graduate engineer 一直做到上去 graduate engineer 去到engineer senior engineer assistant project manager project manager 跟着再到这个 是flex city manager 再做上去做director 甚至做VP 或者是regional manager 雅太区的regional manager 所以38年里面 我做过很多工程 大大话话做了差不多 80至90个project 包括了maintenance project 头十年我是在英国 做很多project 一年做30个 三年做了90个 小的当然小的 但是都是麻雀虽小 五藏俱全 另外就是说 除了technical knowledge之外 包括了我们做维修 或者做设计工程 有很多东西 尤其是维修特别麻烦 为什么呢 你不只是懂得封火水电 控制油漆 豆木 泥水 斜波 结构 让你懂得懂一些 否则你做不到维修 在酒店或医院 你做维修一定不会懂 这些东西 你不会懂 你做不到 那我做过一些civil work 做过什么 road work repairing road work 设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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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有些斜波 斜波的维修方法 他们见过他们做了一些 Foundation 很多年 你看多就会黏 我未必有你这么熟 在你的feel里面 但起码我懂得问你题目 这个很重要 懂得问你题目 如果不懂得问你题目 或者不知答案是否不对 那我们 我来做 就是我教过90多个学生 我们学校大概有94个学生 但是有一两个或者三四个 我记得好像是其他老师帮忙教的 那些我就没有参与 但是他都合格 我暂时放下来 94个 但94个里面 大概有90个亲自我教 90个 那90个里面 大概有六七个civil engineering 都是我教的 反而第二个 找其他civil engineering 教他 或者structure engineering 教他 为什么呢 他没有那个interviewer的工作经验 也没有我这么多经验去教学生 就是考验的经验 不知道这个技术在哪里 很多学生在教学下 就不想了 我问他为什么你不想 不是老师教的 老师是不会教他 最主要是 或者骂他 他觉得不过瘾 好像学校车牌 骂你 怎么骂你 怎么骂你 拿命啊 他觉得 人性受到尊严的影响 他不想去学 所以大部分的司法师 都让我教出来 全部都是这么多的司法师 都让我教的 你看看我们的联系 有94学生里面 有六七个司法师 都让我教的 那个问题 不在什么公众里面 那个问题 是在方法 对不对 你想想 你考试 无论你考试也好 考设计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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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学里面 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或者你准备 考试的方法 对不对 不是那个公众的问题 当然有些计划比较较较 这些是固定的 这些比较较较较 对不对 设计也好 可能同样的公众 但是 一般 只要我们同一个办法 的话 合格率一定不高 我合格率大概 差不多70-80% 最高纪度是80% 低的程度也有70% 所以 很多事情影响我们 所以 我不仅仅会过一些 工作经验给他 还会告诉他 一些 面对的经验 比如 举个例子 以前我们就会 当然要告诉他 譬如 你除了技术经验之外 你要准备些什么 例如 你穿衣服 要穿得好些 男生就要 稍后再说 我先说一件事 知识和经验交易 在38年里 我做过很多 八九十个 有大有小的 最小的是 我说八九十个 最小的是 做什么呢 就是做一些 火牛换的三上fuse 火牛换的三上fuse 好像很简单 其实不是 因为它是planning 火牛是in operation 就是planning 技术知识 安全 和这个communication 以及backup 最大的project 我做过是一个 大概是 应该叫什么 700个million 700个million 不是多 700个million pound 的project 这个真的大 700个million pound 的project 是关于建设 一个潜艇的维修厂 里面包括了 潜艇维修厂 大概200米长 我记得差不多 60米宽 把潜艇拉在海上 拉上岸 另外包括了 两个大的闸 因为它的厂要封闭 做维修 不可以受到环境 我可以负责 那两个大门 两个大门 很大 潜艇多高 多宽 用一些马大的方法 把它开关 还有就是 那个码头 有个吊机 有个50吨吊 吊机 我负责这三样东西 所有基电的东西 关于运收厂 和那两个大门 是50吊的吊机 很大 700million pound 还有后期我都负责 它那个维修的准备 之类 大概是这样 那我就不说了 好了 说到技术方面 是吧 interview skill interview skill 刚才提到我 第一次就是 你要准备得好 要你记得 看回我上几集 有说 interview之前 最好六个月前 开始准备 那么 上次我怎样合格 我告诉你 我就不想再说了 反而你要留意的就是 譬如你 interview的时候 准备得好 最好是将你所有的东西 准备得两三次 还有一个人 你做一个对手 就像他打拳 打这个西洋拳 或者是什么 有个裂崖 陪打完 是吧 任你打 陪打完 那现在就有个 interviewer就在你面前 我工作做这个interviewer 你又做过interviewee 我们要告诉你 譬如你去interview的时候 头发要整理 好像是早 两个星期剪了头发 梳得好看 还有你穿西装 男生穿西装 打胎 打胎 譬如打鲜色的胎 通常打红色的胎 或者黄色的胎 鲜艳色的 是比较好些 打黑色 啡色 蓝色 深蓝色 男生穿西装 你可以穿白色的西装 或者是蓝色的衣装 都可以 西装多数颜色就是黑色 或者蓝色 我自己本人喜欢蓝色 但是颜色又不是黑 是吧 那女生呢 她多数穿一些裙子 或者是一些西服 都比较好些 你看起码你像一个 engineer 或者像一个比engineer 我常常有既定的方法 最好就是 两只手 是放在膝蓋上面 或者你有一张桌子 在你前面 就放在桌子上面 就不要趴在那裡 或者挨吼 或者挨握手 这些是 对interviewer 是一个不好的形象 是吧 那头发梭得好些 就是不要 紅头救面 那蘇人不剃 那你 很危险 人觉得你不是尊重 interviewer 亦都不尊重 interviewer 也不尊重你自己 是吧 interviewer skills 其实很多 比如坐的方向姿势 以前我们会教学生 坐一个方向 对着对方 是会 是你看到最漂亮的那一面 某某某导演说过 某某导演 他说自己 他说他帮拱利 这个明星拍照 一定是用那个角度 他才知道他角度最好 这个是他说的 所以 你要知道 从哪个方向 看着对方 最好 是右边 还是左边 正面 这个都是一些技巧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例如你interviewer 带一支笔 带一个计算机 或者带一个手机 当他需要你计算的时候 你就算 通常interviewer 都会有一些 纸 白纸 和一些笔 在你面前 让你有需要 首先要画图 或者解释 是的 还有就是 一般来说 你最重要 我觉得要准备好些 准备好 还有一个教练 陪打完 就对你有很多传 好吗 那我们说了比较 今天我们暂时停止 希望你继续听我们下一集 还有有问题的话 你参加我们 香港计算工程师 或者专业工程师 不论在英国 香港 澳洲 或者其他学会 我们都可以帮助你 考试成功 合格率 大概70-80% 没有100% 我告诉你 世界上不可能 没有一个人 可以100% 行不行 好 那我们请停 多谢大家 下次继续 有问题的话 麻烦你打到我们 这个学校的WhatsApp 6528-6900 你打个电话 都可以 不过就 对了 你找他们来谈 他们就会告诉我 OK 好 多谢大家 今天在这里分享 拜拜